來介紹右手撥弦的技巧 這堂課非常簡單 基本上原則就是 拇指用的是側面來撥弦 我先做一個比較奇怪的示範 這樣子撥弦的動作 角度比較奇怪 用的是有點靠側面這邊 我現在撥第六弦 往下按 撥完第六弦的時候會直接壓在第五弦上面 再一次 如果連續撥弦的時候 連續撥弦會變成是這樣子 有必要的話 因為要連續動作 不一定要壓在第五弦 或者是這樣也可以 那 拇指撥弦的動作要注意 盡量用的是比較大的關節 像我現在 左手指所指的這個關節 用比較大的關節在動 所以看起來像是這樣 但某些情況下 你會用比較小的關節 像是這樣在撥 但是一開始我建議 但是一開始我建議 盡量用比較大的關節來撥弦 接下來拇指撥第五弦 動作跟撥第六弦是一樣的 拇指設計 就是第四弦 請各位練習的時候要去體會一下拇指要壓弦 壓得多少 例如說這樣子好了 我這樣壓很多就很卡 弦會變得很不好播 所以其實手指只要碰到弦一點點就可以了 不用卡的很多這樣子播 這個播起來會有點笨拙 拇指其實可以彈吉他的第一弦到第六弦都可以彈 彈的時候這個彈奏姿勢 從各位自己練琴的角度這個視角看起來會是這樣子 拇指要伸直一點 有的吉他手會是這樣子 我自己是比較不習慣這樣彈 我習慣把拇指伸長一點 那我先把拇指讓開一點 你們看一下我的食指剝弦的動作 一樣是只有用到一點點指尖 不要整個手指都勾到太多的弦 這樣子反而會卡住不好彈 只要指尖碰到一點就可以了 中指也是一樣 無名指也是一樣 無名指也是一樣 無名指 無名指 中指 十指 他們也是沒有特別的規定 一定要顧哪一根弦 例如說他現在彈的是 123弦 也可以這三隻手指頭彈 234弦 也可以再彈上面 345弦 或者是456 彈透的時候 因為剛剛是為了要讓各位看到我的 無名指 中指跟十指 不然其實我的拇指會習慣稍微的放在弦上面 讓我的整個手掌比較穩定 那各位可以常做的一個練習是 從 拇指第六弦一直往下彈到第一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會 讓無名指負責第一 中指負責第二 十指負責第三弦 那拇指就彈第六、第五、第四 順著彈下來是這樣 讓聲音聽起來盡量順 讓聲音聽起來盡量順 再來做一個練習 每隻手指頭 波弦 波四下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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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